库泰科45L把轻薄、兼容、效率、容量都打满了分数 还顺带绣了一把淡化加开管管高速顺带的肌肉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轻薄、大容量、全协一快充 这些词我都听了十年 厂商们每年都能换个形容词吹一遍 库泰科这次新的45L电能卡片充电宝 说的是15000mAh塞进2厘米的厚度 还配上硅碳电芯、淡化加器件 评险监控 踢上去是卡片里的性能怪兽 但是离火车塞可不吃发布会PPT那一套 今天我会用五轮循环 全机型快充兼容 多口功率分配和文波测试 把它的真身扒一扒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啊 等到拆解片 我们会看看它的里面 是不是像外面说的那样豪恨 还只是个精装修的样板间 我们差不多说先开箱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15L电能卡片的 充电宝外观 盒子还是库奈科经典的黑色 蓝色的库奈科经典标识 充电宝的实拍图片 15000mAh的标识 100W的标识 充电场景图片 规格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库奈科的产品 包装内部都还有一个盒子啊 打开以后 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 充电宝本体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 还配了一根6A的短的CC线 拿出充电宝本体 黑色屏幕部分这里 有一张膜我们把它撕掉 整体就是深空灰色 加上黑色的配色 库奈科的logo 15号L的标识 蓝色的线条 就是库奈科的元素 背面有纹理设计 这个是起到防滑作用 功能按键在充电宝的侧面 按键上面还有100WMAX的标识 三个充电口 一个蓝色的 两个黑色的 充电宝的侧面 做了条纹纹理的处理 整个充电宝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薄 充电宝连包装盒 连线材的一起的重量 367.5克 去掉包装盒重量 322克 单充电宝重量 310克 单线材重量 11.9克 充电宝整体的宽度 72毫米 厚度为21毫米 整个充电宝的高度为 132毫米 这一根非标准的短线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不测试它 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充电宝精致的外观 然后我们再进入测试环节 320克 320克 52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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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规矩啊 测试之前先来看规格信息 大家购买一个数码产品 一定要先看规格信息 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啊 产品名称 库来科15号 超级电脑卡L 移动电源 产品的型号 PB150S 输入参数 Type-C1口 最高是255A 100W输入 输出参数 总功率100W Type-C1口输出最高功率 90W Type-C2口输出最高功率 33W Eco输出最高功率 也是33W 电池的能量值 57.75W 额定的容量是 8800毫安 5V3A 电池的总类是 锂离子聚合物电池 制造商 南京库来科技术有限公司 循环5年 请勿认下垃圾桶 3C认证 循环锂电池 请勿靠近火源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关于这个屏幕显示 给大家讲一下 按一下功能按键 就有电量标识 库来科15号的标识 C1 C2和Eco的功率标识 再按一下 就是C1 C2 Eco的具体的电压电流的显示 再按一下 就是切换C1 C2的输出和输入功能 可以自己选择 输入输出和单输出 单输入 再按一下 就是屏幕的亮度时间的调整 再按一下 就会关掉屏幕 这是充电某C1口 检测出来的协议的情况 PD 3.0 65W 小米私有协议90W PD 3.0点击去 固定档位5个 PBS档位有两个 一个11V 6A 一个25V 4.5A 这是米PBS 这个公版的PBS没有显示出来 后面我们测试 兼容性就知道了 这个是Type-C2口 检测出来的协议的情况 PD 3.0 27W PBS QC4 PD 3.0点击去固定档位两个 还有一个PBS 5-11V的3A 33W的PBS DCP则是基础功率 这是充电某Eco 所检测出来的协议情况 融合快充33W 高通QC3.0 华为FCP的最高功率18W 华为SCP协议的25W 三星AFC也是18W DCP则是基础协议 我们现在就是来验证一下 这个充电某它的快充兼容性 首先从华为的设备开始 华为设备直接用Eco就可以了 库台科的产品 C口基本上都把华为的协议 全部给屏蔽了的 直接启动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大概在18W左右 符合22.5W 华为公开的一个协议啊 这部手机为荣耀100 首先是Type-C ECO 启动MAX90W的PPS快充 这个真实功率啊 跟100W的PPS没什么区别的 74W的功率最高 然后我们再来看Type-C二口 超级快充 开启 实际上这是走的PPS的协议啊 不是华为的SCP 真实功率在24W左右 这部手机为蓝厂的NEO10 可以支持百瓦PPS啊 首先我们看C1口 PPS已经启动了 这里显示了超快充电 真实功率已经攀升到66W左右 这个功率已经很高了啊 我们再来看C二口 显示的是快速充电 这是走的33W的PPS啊 真实功率在23W左右 这部手机为绿厂的一款新款手机 它既可以支持PPS啊 又可以支持UFCS啊 首先我们看Type-C一口 直接显示超级闪充 启动的是PPS的功率啊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37W 这个应该是PPS44W的 再来看C二口 同样是超级闪充 直接启动PPS33W的啊 真实功率在256W的样子 再来看A口 同样是超级闪充 UFCS融合快充33W启动 起始功率在27W的样子 蓝厂和绿厂 最近一两年出的手机 这款充电宝 三个充电口 全部都可以快充 如果是老款的 仅支持UFCS的蓝绿厂手机 直接用A口就可以了 这部手机为三星Note10家 我们就看能不能启动 快充2.0就可以了 首先是Type-C一口 快充2.0启动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30W左右 Type-C二口 显示超快充电 真实功率在25W左右 Kudaiq的充电设备 兼容性那是没有话做的啊 在正规品牌里面 它的兼容性 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 目前充电宝本身 还有53%的电量 我们现在就是进入 五次充方电循环 来测试它的 转换效率的情况 充电宝的五次充电 咱们全部采用Kudaiq的10号充电器 仪表还是用的志向家的仪表 这个Kudaiq 15L 五次充方电循环过程 我们都已经做完了 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充电过程 高功率的情况啊 65W放电的时候 一共停了三次啊 基本上就是15分钟 它就会触发过温保护 停止功率输出的时候 我用热像仪采集了一下 表面的温度 最高的时候是44.7 充电口的温度为58.1 证明内部的温度已经过了60度了啊 45W放电的时候 在第30分钟的时候 我检查了一下 表面的温度为39.9摄氏度 放到92%的时候 竟然停了一次啊 也就是45W放了59分钟的时候 停了一次 然后五次充方电自充的时候 表面温度是48摄氏度 五次充方电 实际的充方数据 按照我们五次实际的充实际的放 测试下来 实测的效率是82% 按照官方额定57.75瓦时的能量值 得出它的平均转换效率为79.8% 还有容量的情况 最后一次是15瓦功率的放电 五伏三安 官方额定是8800毫安时 我们实际放出来的能量是 9713毫安时 超了接近1000毫安了 这个容量典型的反向虚标了 这就是这个充电宝 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 82%的转换效率 很不错的一个数值 这个说明报 我再一次把电给它充满了 这一次咱们录制了一个自充曲线 我们来看一下啊 整个充电过程的话 一小时十多分钟 跟我们前面五次循环 充电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 前面11分钟是92瓦的功率 后面32分钟 平均功率 大概是58瓦左右功率 充到42分钟的时候 就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实际的放电了啊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 iQOO NEO10 它的电池容量是6100毫安 目前手机的电量是18% 我们直接开始充电 这部iQOO NEO10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的功率啊 持续了两分多钟时间 61到65瓦的功率 后面就是54瓦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大概4分钟时间 后面17分钟 平均功率大概在40瓦左右 然后充到90% 就开始调整功率了 电压就变成了9V的PBS了啊 逐渐的下降功率 这个手机从18%的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用了35分钟 可以说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了 充满这部手机 充电宝还剩58%的电量 这部手机为蓝厂的一部新款手机 它的电池容量为6000毫安时 目前还剩3%的电量 咱们看这个58%的电量 能不能把这个6000毫安的手机 给它充满 这部绿厂的手机 已经充到100个电了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 前面21分钟 26瓦左右的功率 后面35分钟是22瓦左右的功率 充到90% 逐渐的下降功率 充到95 就转为5V的机主功率 进行捐流充电 充3%的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1小时20分钟 20多瓦的功率啊 这个速度还算是可以的吧 充满这部手机 充电宝只剩1%的电量了啊 还没有完全的耗尽 从两部大电池容量手机来看 两部手机总容量是 12100毫安时 这个充电宝把两部手机都给充满了 像这样换算的话 充苹果手机6.1寸 充个3.5部完全没有问题啊 如果是充6.7或者是6.9寸的苹果手机 充个三部手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充电宝 它的电池容量非常的够用 这个库代科15L电能卡充电宝 它的文波表现怎么样 我估计也是各位老铁们最迫不及待想看的 我们现在马上来测试 三个充电口全部测试一遍 首先是Type-C一口的文波 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4.6毫伏 平均文波24.4毫伏左右 27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33.8毫伏 平均文波28毫伏左右 36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45.9毫伏 平均文波36.3毫伏左右 45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45.9毫伏 平均文波38.5毫伏左右 65瓦最高功率啊 这个充电宝PD协议的话 功率最高只能拉到65瓦 文波最高的时候54毫伏 平均文波48.7毫伏左右 细心的老铁应该看到了 我试播器上面显示的这个波形 它中间始终有一个尖锋 这就是这个15L内部 淡化加开关管高频顺态尖锋 也就是高速开关加计程参数偶合 的一个典型表现 我们现在测试C2口的文波 15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19.9毫伏 平均文波17.7毫伏左右 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22.9毫伏 平均文波18.5毫伏左右 这个C2口最高只有 PD档位27瓦 我们现在测试A口的文波 15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21毫伏 平均文波18.4毫伏左右 9伏档位18瓦功率 文波最高的时候 23.4毫伏 平均文波19.6毫伏左右 这个文波测试下来 库代科还是没有辜负各位粉丝 对他的期望 文波表现一如既往的 非常的极品 各位老铁们 经过一套完整测试 库代科15L电能卡片 表现可以说是稳中带惊喜 先说他的兼容性 这是库代科的传统强项 无论是荣耀的白瓦 微博的白瓦 还是OPPO的PBS与UFCS 他都能在合规不侵权的前提下 全速点亮 协议兼容性几乎是正规品牌里面 天花板级的存在 接着看转换效率 5次充放电循环 平均效率82% 这个数值放在同类 大容量卡片充电宝里面 绝对是偏上的水准 容量方面更是让我意外 官方额定的8800毫安时 我实测放出9713毫安时 堪称反向虚标啊 实际使用中 它可以在满电的状态下 充满两台6000毫安的安卓旗舰 这种表现给6.1寸的苹果 充个3.5次 6.7 6.9寸的大屏机型 充个3次左右没有问题 而粉丝们最关心的文波控制 这个15L一如既往的库代科水准 稳态最高不超过60毫伏 干净的让人挑不出毛病 不过在测试中 我也捕捉到一个小细节 C1口5个电压档位下 波形中间始终能看到一个 尖锋毛刺 但整体文波依旧牢牢的压在 60毫伏以内 这个尖锋八成是 淡化架开关管高速开关 带来的顺态指纹 而不是供电稳定性的问题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这完全不影响使用体验 对于发烧友来说 这恰恰说明 C1口是这个15L里面 最寂静 最硬核的功率通道 所以我的结论是 库代科15L把轻薄兼容效率 容量都打满了分数 还顺带秀了一把淡化架开关管 高速顺态的肌肉 咱们的测试篇就到这里 至于这个尖锋到底是不是 淡化架器件的特性 还是驱动滤波上的取舍 别急 等到拆解篇 我们会把它剥开 看里面的电路和用料 再来一次彻底验证 测试为了了解 猜是为了真相 认真撤灾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车灾 感谢老铁门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